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第45篇 诗篇第45篇总共有17节 这一篇的内容在讲 王与王女大婚的场面 我们来把这一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第一节 诗人论到要为王做的事 心中止不住的喜悦 第二段是二到九节 诗人论到王的相貌和威荣 第三段是十到十六节 诗人论到王女之美 第四段是十七节 诗人最后颂赞王的美名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一节十节到十一节 经文这样说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女子啊 你要听 要想 要侧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前头 从第四十二篇开始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 就发现诗篇的作者 一直都是可拉的后裔 当我们读完了第四十四篇 那篇诗的格调 比较低沉 比较严肃 但一跨入第四十五篇 整个格调就高亢 喜乐起来 所以我们说 四十四篇是明显的悲歌 但四十五篇 却是喜乐洋溢的歌 四十五篇前头的标注 提到是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又是爱慕歌 教育灵长 调用百合花 一般在解释这篇诗的时候 会认为它的背景可能是 诗人在描述 索罗门王与埃及法老的女儿结婚 诗中描写了场面的宏大 新郎 也就是王的威荣 以及王女 及同伴的童女 以及列国的宾客的 极其荣美 宏大的喜庆场面 但同时 我们也会发现 就这本篇诗当中的个别的经据 明显的 它不是具体的在描述 地上的某个君王 而明明的是关乎弥赛亚 神的儿子主基督的 幕后的预言 我们的主基督 得胜了死亡 阴间的权势 从死里复活 他的名和他的救恩 在万邦万国当中 得到广传 万邦和列国当中 因主的救恩而得救的人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身为羔羊 所预备的妻 有一日要被迎娶 嫁给基督 所以这一切 有待于在人类历史未来的 某一荣耀的时刻发生 所以诗篇第45篇 正是关乎弥赛亚婚娶的预言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诗人真的看见了世上的 君王娶妻的盛大场面 但圣灵就感动他 使他在荣耀当中 又得见了弥赛亚婚娶的意象 他于是在极大的喜乐当中 将这一切 抒发出来 记载下来 有解经家认为 标注当中所称为 调用百合花 这一调名 就特别作为 抒发爱情 或蒙赐福 家庭当中 多子的主题 而百合花在灵异上 也是专指 基督的美 如同在雅各书里面就称基督为 是沙伦的玫瑰 是谷中的百合 他是家偶 也就是教会的最荣美的良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也就是第一节 这一节是全师的引言 经文说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看到第一节 可拉后裔有着特别的服饰 专门做敬拜的 做歌唱的 是写诗的 做歌的 这一作者实在没有辜负 神在他身上所有的托付 在这次见证王的婚礼中 诗人沐浴在极大的喜乐当中 他一开头就强调 他的心里有美词 止不住的涌出 这是表明 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 就不自禁的要发出赞美和歌颂 这都是表明 神的灵是人的里头的 赞美和称谢的泉源 所以我们能够大大赞美 甚至包括主耶稣 说耶路撒冷的石头 都可能跳起来欢呼 那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诗人说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诗人有服侍的对象 他所服侍的崇高的对象 就是神在国中所立的君王 这君王不管是大魏 还是所罗门 都是神所喜悦的君王 他们的身上都有着 伟大的象征和预表 是指向未来的弥赛亚 就是基督 当王诸事都行在神的法则和心意中 包括婚娶的事 都会令国民 尤其是诗人 感受到极大的荣美和福分 诗人目睹 王盛大婚娶的场面 他就说自己的舌头是快手笔 所谓是快手笔 就是指纹丝如同泉涌 而不是收藏刮肚 往外很勉强的 挤出一些赞美或恭维的词句 不需要 因为诗人的心里头有泉源 今天你的心 你的口要称谢主的名吗 你的手要写出赞美的诗句吗 让我们都在圣灵的里头 找到喜乐的泉源 灵感的泉源 这就如同诗篇第87篇 第七节所说的 歌唱的 跳舞的 都要说 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 让我们今天 凡在主的面前 尽上荣耀的服饰 都能够在主的里头 找到泉源 这泉源一旦发出 就会成为涌流的江河 乃是长流不息的 乃是越流越丰富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诗人 从他心里面涌出的美词 是怎样的 他的快手笔 所描述的 又是怎样的 从诗人的心 和他的舌下 论到了两方面的事 一是荣美的王 二是那要嫁给王的王女 所以下面要读的 二节到九节 十节到十六节 就是本篇诗当中的 主体内容 那么记者第一节 和末节 也就是十七节 是遥相呼应的 一节做头 成为诗的引言 一节做尾 成为诗的结束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 二到九节 诗人所描绘的 王的相貌 以及王的荣美 第二节 诗人就接着第一节 所说的 为王做的事 那他在讲第二节的时候 就显示他为王 做怎样的事 乃是要叙述 王的荣美 他说 你比诗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惠 所以神赐福给你 直到永远 诗人一直向王 有着专注的 长时间的注视 王令他心仪 王令他佩服 在希伯来文原文中 如果直接变成中文 他的表达是 你是美丽美丽的 用美丽一词的 重复使用 来表示特别的美丽 更加的美丽 无与伦比的美丽 这样的诗句 无论描写大卫 或者描写所罗门 或是某位讨神喜悦的 犹大君王 都不过分 若是形容弥赛亚 当然也就更加恰当 如果我们将我们 心心的眼睛注视主耶稣 我们就会发现 他是美丽美丽的 如同雅各书里面所说的 他乃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 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节 我们在生命中 越注视他 越在生命的经历当中 服侍他 跟随他 更认识他 你就会越加发现 他的美 他比谁都更美好 他不单单是 我们最为荣美的主 超过任何世上的世人 这里尤其指导 是因为他的嘴里 满有恩惠 一个人嘴里所说的话 就会显示出 他生命的荣美的程度 我们若去看福音书当中 所描绘的主耶稣 他的口中 向来没有诡诈 和计较的话 有一首诗歌也说到 他的口中 也从来都没有过 不良的言语 而且你若去了解过 耶稣在实价上 所讲过的实价七言 他的口中更是没有 对那伤害 并杀害他的人的诅咒 控诉 也没有向着神的 埋怨和苦读 他的口中是满有恩惠的 所以就连主的仇敌 都会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并且承认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四十六节 因着主奇异的美 我们的主 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是极讨父喜悦的 所以天上的父 要赐福给他 并且是指导永远的 从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 经文的内容 从王的美 直接跳跃到 王的威武和威严的权柄 这是一个战士 或是元帅的姿态 大家不妨去参考 约翠雅记第五章 那位曾向约翠雅显现过的 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样子 他乃是手中拿刀的 放在这几节的场景中 最为合适 另外大家也可以参考 启示录第十九章 十一到十六节 我们看到 当主耶稣基督 第二次在荣耀当中 向着他的百姓降临 他的样子 以及威严 就表现在在战场上的得胜 第三节 称王也就是主 乃是大能者 经文说 愿你腰间佩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主在第一次来 是道成肉身 降生在伯利恒 客殿的马棚里 一生下来 就被放在马槽当中 当他最后一周 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 也是谦谦合合的 骑着驴 就是驴的鞠子 表现出 他乃是一位受苦的 和平的君王 但这不会是他永久的形象 当他要来铲除罪恶的时候 主就会显明为一位大能者 他腰间所配的刀 其实就是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神的道 因为诗篇第二篇第九节 就提到 我们的主有一天 必用铁杖打破仇敌的权势 当他用铁杖 来向列邦执行治理的时候 他先会使用他的刀 就是两刃的 神的话 神的道的 圣灵的宝剑 他乃是七百马的 他胜了还要再胜 要彻底得胜龙 兽和假先知 所以他的荣耀和威严 乃是他以色列的百姓 以及外邦的世界的人 都明明可见的 第四节就说 他为真理 谦卑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 必显明可谓的事 这都在讲 主在末后 做王的时候的场面 为真理 是在强调 主在征服仇敌的时候 是本乎神的真理 谦卑是表示 主始终尊父神为大 公义 是指基督的审判 永远不会寻思 乃是公平公正的 所以当他荣耀降临的时候 一方面 对他自己的百姓 便是大能荣耀的拯救作为 但对那 一直藐视他的仇敌 就是可怕的 令人畏惧之事 而这些事 就要从他 有能力的右手中 行出来 第五节就讲到 对于世间的恶势力 和恶人 所说的可谓的事 乃是 你的剑封快 射中王敌之心 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当我们的主 在执行杀戮和审判的时候 从我们的元帅的手中 所发射出去的 所击打中的目标 乃是王敌之心 不单是王敌之心 其中也包括万民的心 他们都要在全能者面前扑倒 这样的得胜 才是根本的 最后的和彻底的得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